针对立委蔡适应突然宣布不竞选连任的消息 震惊基隆地方政坛 基隆市长谢国良在第一时间回应媒体的提问 市长表示期盼蔡立委在任期内能继续跟市府合作 争取各项经费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市府也积极跟蔡委员合作 预算争取的问题 所以他宣布不选我们感到惋惜 另外可能要特别要拜托他 就是包括基隆捷运在内 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继续的跟他紧密的合作 尤其基隆捷运的预算会让基隆市的财政 会超出他的整个负担的一个能力 所以在这边也要多拜托我们的蔡委员 能够协助市府 让基隆市在负担捷运相关的预算能够降低一点 我想蔡委员未来的任期还有一年的时间 我们也期盼在这方面跟他有更多的合作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